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秋元教育推出的玛雅基础课程系列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渲染基础中玛雅的材质与节点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课程呢,主要是从玛雅和材质节点的基本概念来进行讲解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里面呢,就包括了玛雅基本节点和一些连接的一些的基本的属性 那么我们通常整个来操作和完整一个模型的材质的连接和材质的编辑呢 那么第二个字点,材质节点的基本属性 那么对于材质编辑器左边的节点工具条当中包括了有拿写的节点以及一些重要节点的参数是多少 那么通常呢,我们在这一课当中都会讲到 第三个字点呢,通常对一些材质球的设置 那么材质球上呢,有一些color,还有一些透明度和一些贴图,深度贴图,还有一些偏移和高光 那么我们该怎么去设置呢 那么今天的课程呢,都会讲解到 好,那么我们下面打开玛雅,开始今天的学习 好,我们打开材质编辑器 那么从windows下面里面的hypersade打开 那么在,我们显示一下材质编辑器 那么在玛雅的材质编辑器当中呢 玛雅的节点呢,是一个最小的计算单位 每个节点呢,都有自己的属性 你像一些深度的节点 像这种深度节点呢,和凹凸节点 那么就表现于使物体的凹凸度 以及它的厚度感,都有自己的属性 那么玛雅的节点呢,存在于玛雅的每个部分 那么不仅仅是材质的节点 那么灯光和物体 每一个呢,都是有一个一个的节点进行构成的 那么当我们在操作玛雅的时候呢 说来的就是在控制它的节点 那玛雅的按钮呢,和菜单呢 将这些节点呢,都进行了试图化 那么每一个节点呢 我们都可以用一些图形和图标呢 来进行很显然的提交道 像这种海洋的节点呢 那么我们看来,这就是一片像一片海洋似的 那么节点的运作方式呢 也是非常自由的 那么一个节点会从另一个节点呢 取得数据 那么对自身的产生的效果呢 进行了计算 那么再通过去连接到物体上呢 那么对物体最后产生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呢 那么都是通过内部的运算进行的 那么这种数据呢 交换建立在数据接口的对等的基础上呢 那么这就是属于基本的运作方式 玛雅中节点属性间的驱动呢 是更为自由的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灯光节点的属性来控制 材质节点的属性 那么这种不同的属性间的运动呢 可以产生中许许多多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 那么通常我们可以在调整灯光的时候呢 对于物体的某一部分的属性呢 可以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那么这种效果呢 往往会使我们粉人所思 或者是意想不到的一些效果 那么在玛雅中呢 有400多个节点 那么我们呢 并不需要记住每一个节点 那么如果我们要把这些所有节点呢 都给记住 都详细的了解或参考透呢 那么是非常难的 大约你花上好几年的时间 你都不一定能够全部的掌握住 在玛雅的所有的节点 那么在建立某一个物体 或创建某一个节点时呢 相关的节点呢 就会自动的被删除 或者是被创建 那么我们只需要直观的调整 图形化的界面呢 就可以很容易的进行掌握 或操作HyperShade编辑器里面的 这个基本的操作 那么我们都知道 在玛雅材质球的 进行的节点的显示呢 我们会通常点击下面的显示 节点的这个图标 那么会显示出来所有的节点 那么对于一些工作区域里面的节点呢 我们想要进行重新的显示出来呢 我们首先呢 要把这个工作机遇节点呢 就会被清除掉 那么清除掉之后呢 会显示 在HyperShade编辑器当中呢 玛雅的节点分为时事类 那么我们看一下 左边 这里面的14类 它里面包括了一些Surface和一些体积或灯光等 也可以创建玛雅Mantle Rain的一些节点 那么在Surface类型里面呢 一共有12种的材质类型 那么这是玛雅材质节点的基础 那么这12种呢 我们通常可以使用其他的工具节点呢 对这些属性的进行编辑 从来呢 产生一些复杂的效果 那么第一这个呢 我们通常是最基础的呢 像一些兰博特 还有Blin FoundE 还有一些渐变贴图 渐变节点和一些海洋节点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都可以进行找到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些里面呢 制作一些不同的效果 那么兰博特里面呢 通常没有任何的镜面属性 那不会反射出对周围环境 或者是周围环境的一些效果影响 那么它呢 主要是很多的用在于一些不光滑的表面 像一些木头啊 和岩石啊 石头啊 这些地方呢 像一些砖瓦啊 这地方表面不是太光滑的 那么通常用兰博特来进行制作 那么Blin呢 是通常最常用的这些材质类型 因为它有着非常丰富的高光 那么可以产生很好的镜面高光 像我们如果制作玻璃或者是金属呢 像这种有反射或折射的物体时呢 通常会用Blin这个材质球来进行制作 那么下面呢 还有Full 通常呢 是高光区域更为明显 那么比Blin呢 要更加的明显 它用于呢 主要用于一些湿滑的表面或者物体呢 像我们制作水的话呢 通常都会用Full 那么下面呢 还有一些是方翼 那么方翼呢 主要是更好的表现材质透明度 以及控制高光的区域 那么方翼呢 对它对Full呢 这个材质呢 用这一模块呢 更加突出一点 以及透明度呢 和高光区 那么紧接着下面呢 是Lain and Sun的 那么这个材质呢 主要是将不同的材质节点合在一起 那么材质呢 通常对自己的属性呢 都可以进行单独的编辑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它的透明度呢 操作混合材质数的效果 像那些OcSide的 像海洋材质呢 那么海洋材质呢 多用于表现海洋表面的材质 还有一些渐变材质 那么主要来控制渐变里面的一些基本的属性 那么我们新建一个Puling材质 那么我们对于Puling这个材质呢 进行一下讲解 那么Puling呢 我们双击材质边境器里面的Puling 我们刚才新建的一个Puling材质球 那么在右面的通道栏当中呢 就会默定的显示出 不认材质球的一些相关的属性在这里面 那么这些里面当中呢 这些属性呢 包括了一些它的 第一个呢是Color 它的颜色 那么Color呢 我们通常可以调整它的 颜色 零色SV我们都可以进行调整 那么下面呢 是它的透明度 那么透明度呢 如果我们打到最 打到最左侧的话 为零的话 那么透明度呢 就为零 那么物体呢 就不是透明 那么如果我们会往右拉的话 那么透明度会越来越大 那么最后呢 会拉着透明度为百分百 那么这样呢 就会完全透明 那么紧接着往下呢 下面呢 是它的控制一些环境色 那么是它的环境色 环境色呢 默认是黑色的 那么主要是用于 模拟场景后的影响的 那么环境色当中呢 也会呈现出一些互有色 和它的环境的混合色 那么我们通常在这个里面呢 也可以进行调整 那么在下面呢 是它的自发光和颜色贴图 那么自发光呢 就是像一些光效效果呢 自己的辉光呢 我们在这个里面呢 就可以进行调整 但是它不会对其他的物体 那如果场景中 有好多个物体的话 我们对于某一个材质的物体呢 进行的自发光的调整呢 那么对另外一个物体呢 是不会产生影响的 那么紧接着往下呢 是它的凹凸 那么凹凸呢 主要是用来制作模型的凹凸效果 那么有些地方呢 那模型的制作呢 会达不出那种效果来 那么我们通常会用 或者是凹凸贴图来进行制作 那么下面呢 是它的反射 那么反射呢 是材质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材质属性 那么我们可以通常物体进行 进行有这种反射效果的话呢 都可以通过调整这种参数呢 来进行制作 那么下面呢 是它的半透明度 半透明度呢 主要是用于对于光线的照射 那么这种半透明度呢 主要是允许光线通过材质的程度 那么我们来控制 有些光线呢 如果通知这种材质的 透过的比较大的 那么我们可以调整这些半透明度呢 也可以进行控制 那么紧接着往下呢 是控制光线通过半透明度 所形成的焦距的范围值 那么这个呢 那么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说 当我们这个值越来越高时 那么背面的光源和阴影的位置呢 就会比较的清醒 当我们这个物体的阴影呢 比较模糊时 那么我们可以调整 往小的数值来进行调整 那么紧接着往下呢 是它的高光 另外呢 还有它的一些呢 属性呢 像一些离心率啊 还有一些高光的控制颜色 以及调整高光的强度呢 在这个里面呢 都可以进行找到 好 这也就是呢 补令材质球的一些基本的属性 那么对于这种材质球当中呢 我们会发现 每一个属性后面呢 都有一个棋盘格 那么这个棋盘格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棋盘格呢 就是有些属性呢 我们通过数值来调整的话 会达不到这种效果 那如果这种颜色的话 那么如果看了 如果我们这个人物颜色的话 那么我们如果怎么去调整的话 它都不会达到真实人物的这种效果 那么我们通常就会在这个里面的添加贴图 那么添加贴图呢 就需要点击后面的这个棋盘格 那么当我们点击棋盘格之后呢 就会进入到Hyperseed的节点的供应条 那么在Hyperseed的节点供应条当中呢 我们会点击Fail这个里面的 在Fail里面呢 我们可以进入到Image Name 那么这个里面路径呢 就是对于贴图的添加 那么我们来随便找一张图片的进行一次 那么找这张图片的进行一次添加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材质球 那么打开材质变进器 那么我们发现材质球上面呢 我们打开它的属性节点 那么我们发现 材质球上面呢 这一张贴图呢 我们发现这张贴图通过输出颜色呢 对Puling1上面的颜色上面 那么我们就添加到了这个上面 我们还可以不用这样去制作的话 那么我们删造这个连接点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 我们再点击图人材质球 我们发现材质上的这个贴图呢 就会被删除掉 那么如果我们去点击贴图 那么建筑鼠标的中间往前移的话 我们选择Color 那么我们发现 在它的Color上面呢 就会我们进来到上游节点 我们看一下在Color上面呢 就会默认的连接到了这个贴图 就连接到了这个贴图 那么这个贴图该怎么去添加到物体上呢 那么首先呢 我们在场景中先创建一个基本的球体 那么我们把球体放大一点 那么我们放大之后呢 我们把球体往上拉一点 那么我们选中球体之后呢 我们点中材质边境器里面呢 选中球体之后 我们选中我们需要赋予球体材质的这一个模型 这个材质球 那么只需要点击鼠标的右键 那么出来几个 相当以后往上移 那么这个命令就是选中物体颜色的添加 选中物体的材质的添加 那么我们发现 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个球上面 上上的我们刚才所添加到材质球上面的一个图片 那么这张图片呢 就放在了这个球体上面 那么我们继续看一下我们的不令材质球 不令材质球里面呢 会有一些折射率 那么它的折射率呢 对物体的这一个属 对于物体的属性呢 会有一些调整 折射率呢 主要是模拟光线穿过透明物体时 被弯曲的一个程度 那么光线通过一种介质 进入到另一种介质时 会产生扭曲的效果 那不同材质呢 对于折射率呢 也是不同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通常呢 会有了一个大体的一个数值 那么我们打开折射的这一个属性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的 这个呢 就是折射 那么折射里面呢 我们通常空气的折射率呢 通常说为一 那么水的折射率呢 1.33 那么玻璃呢 那么在空气中的玻璃呢 玻璃的折射率呢 我们稍微的要大更大一点 那么到了1.44左右 那么这就是它的一些基本的折射 那么还有呢 石英 石英的折射率呢 到达了1.55 那么还有晶体 像一些冰糖 或者是还有一些晶体 单晶体 多晶体之类呢 它的折射呢 会达到2的以上 那么更高的就是钻石 那么钻石呢 会达到2.12 这也是因为 钻石为什么那么光彩夺目 那么就是因为它的折射率是非常高的 那么我们看上去呢 会非常的耀眼 那么好 今天的课呢 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